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28课 这就是Lesson 28 Patients and Doctors 病人和医生 像往上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书的声词和短语 请多先打开书到166页 好 动作快些 166页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声词和短语 好 跟我念 Skeptical Skeptical Forefathers Forefathers Fervently Fervently Curative Curative Astronomical Astronomical Tangible Tangible Remedy Remedy Ointment Ointment Prescribe Prescribe Indisposition Indisposition Disgusting Disgusting Inconvenience Inconvenience 好 这个书声词不是特别多 我们像往常一样 先看看其中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热情地 这个副词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Fervently Fervently 当然我们看它的形容词形式常见得多了 就热情地 先大声再来一遍 Fervent Fervent 热情地 修饰好多词都行吗 你比方说 A Fervent Supporter 一个热情的支持者 A Fervent Admirer 一个热烈的追求者 这个Admirer尤其可以表示追女孩的男人们 追求女孩子的男人们热烈的追求者 这是热情的当形容词来用 名词形式就是热情 非常好记 把ENT去掉 加上OR或者OUR 英式评写是OUR 美式是OR 英国人都是Fervor 美国人都是Fervor 加个儿化语就好了 热情 比如说 Religious Fervor 宗教热情 Nationalistic Fervor 民族主义的热情 Revolutionary Fervor 革命的热情 革命的激情 都可以用它 这是热情 另外它的搭配也特别重要 对于什么什么的热情 咱们多次说过 在16回就讲过 爱情 热情 什么憎恨 同情 后面界词一般都叫FOR 就是固定搭配 Fervor For 对于什么的热情 打击热情呢 可以用极物动词Damp 或者Damping Wance Fervor 打击了某人的热情 这个Damp 最后形容词 就朝了巴基的 最后动词 是打击热情 就跟我们往热情 去打一些凉水嘛 打击热情就好了 对个热情相关的几组词 咱们做过复习回顾 这是复习 咱们早就讲过 形容词到名词的变化 像Fervent 对称Fervor 然后Passionate 对应Passion 形容词Enthusiastic 对应Enthusiasm 热情 形容词Zealous 对应名词Zio 形容词Argent 对应名词Under Under同样是 欧忧二是英诗 欧二是美诗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先读形容词 再读名词 开始 Fervent 和热情 相关词汇 放在一块记住 就好了 这个多数是复习 好 这个词 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治疗的 或者是有疗效的 这个形容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Curative Curative 好 这是治疗的 有疗效的 那它的搭配呢 有很多是固定的 你像Curative Effects 就是我们说疗效 治疗的效果嘛 就是疗效了 本文中用在这个搭配 The Curative Properties of Herbs 或者等于Herbs 都行 这个Herb 或者等于Herb 草药 草药能治病的 这个特性 能治病的这个性能 Property 表示这个 不动产 是不可属名词 地产 但是表示特征 特性 属性 是可属的 草药能够治病的 这个属性 这个特征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来自于重要的一个词 Cure Cure做动词 或者是治愈 做名词 叫做治 某个东西 治愈 或者药物 或者疗法 治愈这个状态 或者药物 或者疗法 后面呢 一般是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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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治之症 There is no cure for AIDS 对于Ice病没有什么能治疗的药物 或者这个方法 AIDS是个acronym 自首缩列词 就是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 咱们一般用AIDS就好了 但是我们注意这个cure 在生活中经常可以说派生意 这个重要 派生意是解决某个事情的方法 那问是能治好某个病的药物疗法吗 派生意解决某个事物的方法 但借此不变还是跟cure搭配 还是跟for搭配 比方说 It is the only possible cure for our chronic trade deficit 对我们长期以来 这个贸易赤字来说 这是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法 cure我们叫for chronic 指疾病是慢性的 指问题就是长期存在的 拖延不遇的 deficit是赤字 在这用chronic这个词 跟cure有双关的味道 cure本来表示致病 cure本来表示慢性病的吗 刚好呢 两个派生意都是跟这个相关 这是解决方法 这是问题长期存在 跟他类似的 还有个同一词叫remedy remedy也可以表示 致母病的药物或者疗法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生死中有这个词 remedy remedy 借词搭配完全一样 还是跟for搭配 本意是药物疗法 比如说 a good remedy for a cold 治疗感冒的一剂良药 治感冒的一个好药 那同样的派生意呢 可以表示要这个解决方案 the best remedy for grief is hard work 解决方法 解决方案 那么最佳的 能够解决悲伤的这个方法 就是辛勤努力的工作 天天服务工作 努力工作 慢慢忘记悲伤 这是我们跟JS4搭配 这个派生意是一样的 解决方法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一个词 就万灵药或万灵丹 本意表示 能够治好一切病的这个方法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panacea panacea 这个pana 这个字头就表示 都包括都在里边了 那sea 这个字根就治的意思 都能治 万灵药万灵丹 派生意 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 对吧 我们后面JS 还是跟for搭配多好几 你比如说 Western aid will not be a panacea for the country's economic use 对于这个国家经济弊病来说 这个西方的援助 并不是一剂万灵丹 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 万灵丹万灵药 这个il注意 做名词表示 弊病问题 如果表示疾病的话 应该用illness 注意这个il在这 是弊病问题的意思 那么用il这个词 它本身也跟病 这个字根相关 刚好跟panacea 本来治病的万灵药 又有个双关的味道在里面 这也是解决问题方案 还有一个 JS就变了 叫做antidote 这个后面JS加2 它的本来含义表示解毒药 能够这个人中毒了 被蛇咬了 解毒的药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ntidote antidote 本意是解毒药 你比如说 There is no antidote to abide from this snake 这种毒蛇的咬伤 没有解毒药 只能等死了 没法去解毒 解毒药 派声医解决问题的方法 方案 但是注意介词 跟to不是跟for了 你看 Regular exercise is the best antidote to depression 经常锻炼身体 是解决抑郁症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心情不好 天天跑步步去健身 心情就会高兴起来 所以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antidote 后面加这次to 我们再看几个跟to的 表示解决方案的搭配 大家可能最熟悉就是solution to 什么什么的解决方案 还可能answer to 什么什么的答案 派声医也是解决方案 这个两个是跟to搭配 什么什么 但是有一个词要区分开 就是什么什么的解决 咱们不是指解决方法了 是最终的解决这个状态 注意后面借词加off 这个容易错了 我们大声地讲 resolution resolution 这个词表示屏幕的分辨率 什么决议 这个也行 我们这个solution是解决方案 但resolution是什么什么的解决 你比方说 the resolution of a problem 一个问题的解决 the resolution of commercial disputes 商业上争端的解决 最终的解决用它 commercial商业的disput 做名词是争议 这个争端 好 这是这个相关词汇 我们跟老师就看在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天文学的 但派生意特别重要 极大的特别多的 像天文数字一般的 是这么一个大声读一下 注意第一个字母要裂开嘴巴 然后not是中读的 大声没 astronomical 第一是次中音 这个not是最中的音 再来面 astronomical 本来是表示天文学的 派生意非常之大的天文数字 我们经常用在这个固定搭配 叫astronomical figures 就是天文数字 动不动上亿了 天文数字 还有形容极大的极多的 an astronomical rent 一个狮子大开口 天文数字的租金太贵了 an astronomical price 太高的价格了 an astronomical fee 太高的服务费整费了 astronomical 表示非常大非常多的 天文数字的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天文学 但天文学注意这个字母 口型小里边的 大声呗 astronomy astronomy 天文学 再读一下天文学的天文数字的 astronomical astronomical 再读一下天文学 astronomy astronomy 把它区分开 这个好记 为什么 它有字根 你发现 astr或者aster 出现这个拼写 一般都是跟star 指星星 跟星星相关 咱看几个常见 像刚才astronomy 天文学 当然离开星星了 不说了 这个叫占星术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strology astrology 古代的天文学 迷信了 占星术 astr是星星 ology或者logy 表示to study 去研究 研究星星 占星术 我们再看后面 这个叫做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astronautics astronautics 这叫航天学 就在宇宙飞 就是宇宙空间里 开船的学问 在未来会讲 NAU 这三个字母 放在一块 可表示ship 船 那么在星星之间 开船的学问 叫航天学 可以这么说 还有呢 我们看做宇航员 把后面那个 TICS 去掉 宇航员 大声读一下 astronaut astronaut 就是宇航员 就行了 还有你看大灾难 大灾难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isaster 当然英国人都称 disaster are a disaster 美国人把他are are a disaster 大灾难 为什么呢 astronautics 星星 ds不好的 本意表示灾星 扫着星 空中出现扫着星了 地上有大灾难 还是跟星星相关 这个好记 我们再复习一下 你像asterisk 这个还记得吧 叫星号 就书上做注释 打个小星号 跟星星相关 再读一下 asterisk asterisk 还有小行星 我们太阳系里的小行星带 小行星 在里面 asteroid asteroid 小行星 就火星和木星之间 有一个小行星带 也是跟星星相关 那我们可以再顺便 再记一个 另外一个字根 stel 这个style 这个字根 也是表示star 也是跟星星相关 我们也看几个常见的 你像stellar本身就是星星的 跟星星相关的 当然并不是动物园大星星 你比如说大声读一下 stellar stellar 你像stellar light 叫做星光 stellar bodies 叫星体 这是跟星星相关的 还有像interstellar 叫星际的 因为inter表示between 在什么什么之间的 星星之间的 叫星际的 那国际的呢 不是international 是nation之间的 我们再读一下 interstellar 星际的 interstellar travels 星际旅行 interstellar communications 星际通讯 等等等等 还有你像constellation 就表示星星 就好了 这个stell 还是星星 c1是在一起的意思 星星到了一块了 是星座 我们再读一下 constellation constellation 那派声音呢 是一群杰出的人 每个人都是一颗星嘛 一群杰出的人 a constellation of artists and writers 一群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家 你看他表示这个派声音 特别像我们的星系那个词 就是g-a-l-a-x-y g-a-l-a-x-y galaxy galaxy派声音 也可以带进去一群了不起的人 都行 好 这是这个词相关的 包括字根 我们同时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 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看一看 这个可以触摸到的 真实而具体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tangible tangible 可以摸得到的 真实而具体的 本身的意思就是 can be felt by touch 能够通过触摸的方式 摸到的 派声音就实实在在的 真实而具体的 你像tangible evidence 就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例子 而不是那些假设 具体的实实在在的 确凿的证据 当然这个evidence 不不不 确凿的证据 实实在在的证据 还有tangible benefits 实实在在的好处 利益 就我们说实惠 给员工实惠 每人给了台大冰箱 这摸得着 并不是空口的许诺 确凿的证据 实在的好处实惠 tangible assets asset一般表示公司 或者国家政府的资产 这什么意思呢 有形资产 就看那些摸得着的 有形资产 公司的厂房 机器设备 有形资产 反应词就是 摸不着的 虚无缥缈的 摸不着的 虚无的 我们大声都讲 intangible intangible 摸不到的 虚无缥缈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 she has that intangible quality which you might call charisma 这个女孩子有那种 看不见摸不好的 摸不着的特质 你可能把它称为 叫领袖的魅力 女孩子往这一站 她说话就不怒自卑 大家愿意听她的 这叫chisma 叫做超人魅力 领袖魅力 这个能感觉到 但就摸不到 它是抽象的 气场 我们再多一些 领袖魅力 超人的魅力 chisma chisma 这个好记 你看CHA 特别像China 中国 RAS 再加个字母E 就rise了 升起了 MA再加O的话 就毛 中国升起了 毛泽东 领袖魅力 再读一遍 chisma 这一辈子忘不着了 看不见摸不着的 同样 The company's intangible assets 这个公司的什么 无形资产 就摸不着的 像什么品牌 声望 口碑 这也是资产 也很值钱 但是摸不着 这是能够摸到的 和摸不到的 我们的感官上词 跟同时看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先看看看得见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visible 还有一个在 在视野范围之内的 inside 也是能看到 看不见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invisible 还有在视野范围之外的 out of sight 也是表示看不着了 同样的 听得见的 大声读一下 audible 我们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以前讲过 aud这个字根 本身表示听 跟听相关 audible可以听得见的吗 我们再读一下 后面那个 within ear shut within ear shut 在耳力范围之内的 aud这个字根 咱们在25克刚讲过 对吧 这个ear shut 是耳力范围之内 就耳朵能够听到的范围的 在范围之内 能听得到的within ear shut 跟这个inside 同时记 那是眼力范围之内的 听不到的 大声再读一下 inaudible inaudible 再读一下 在耳力范围之外的 out of ear shut out of ear shut 就好了 甚至我们听到 听力真题 托福听力题 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number 14 Hey John John Save your breath He's out of ear shut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 再来一遍 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number 14 Hey John John Save your breath He's out of ear shut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应该选哪一个呢? 我们要知道 out of ear shut 这个含义立刻选A了吧 John is too far away to hear 好 我们看看 为什么选A number 14 Hey John John Save your breath He's out of ear shut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第一个男的说 Hey John John 诶 语汉 诶 语汉 你都是Save your breath It's out of ear shut 省省吧 甭费劲了 他走远了 听不见了 Save your breath 是固定搭配 叫做别费劲了 就甭费劲了 省口气 有时候口语中更简单 就Save it 就好了 Save it Save it 也行 走远了 听不见了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女的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John is too far away to hear 约翰走远了 已经听不见了 走得太远了 好 这个单词 跟老师看到这 好 下面看 另外一个重点词 就是这个开药方 开处方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Prescribe Prescribe 开药方 开处方 这个词有两个搭配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第一个搭配 叫Prescribe somebody something 给某人开出了某个药 先加人 再加这个药物 中间没有接词 比如说 The doctor prescribed him a course of antibiotics 医生给他 开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 这个course 可以表示课程 过程 进程 什么航线 在这儿是疗程 也行 这是先加人 再加事物 第二个搭配 是本文中 一会课文中的用法 就Prescribe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为了治疗这个病 而开出了这个药 Prescribe 加上这个病 为了治这个病 开了这个药 这个搭配 是本文中搭配 比如说 The drug用被动了 Is commonly prescribed for arthritis 就是第一个商品变主语了 会不会用被动了 这个药通常被开出来 是为了治疗关节炎的 Arthritis 表示关节炎 这种病 这是第二个搭配 Commonly is another way to say usually 意思一样 跟usually一样 通常 那么它的名字形式 就是处方或药方 大声度下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 就治某个病的处方 或者是药方 那么后面一般 切词还加for 治某个病的药方 for后面加个病的名字就好了 派生意 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跟我们刚才说过 那几个什么 Cure 类似了 解决问题的方案 出处方 Chinese Premier's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 for Economic 中国总理开出的 对质经济弊病的处方 就是开出的 这个解决方案 出方或药方 有这个派生意 Ill 咱们说的是 弊病的意思 问题 弊病 这个里面 有重要字根 就Scribe Scribe这个字根 出现的 一般是跟写相关 跟写字相关 记住这个字根 因为你看这个SCR 三个字母放在一块 本来就表示摩擦的声音 SCR你看 SCR 摩擦的声音 凡是摩擦都能相关 你像脑痒一样 叫Scratch Scratch 摩擦 就Scrip 摩天大楼 不叫Skyscraper吗 都是Scrip 这个笔尖跟纸 在蹭 所以Scribe 写字 是这么一个 我们看几个常见的 像Prescribe 是开出方 为什么呢 因为PRE 这个词头本身 是提前 提前写好之后 病人才能去抓药 提前先写 这个开出方 这个PRO开头的 我们先读下来吧 Prescribe 跟PRE PRO PRO差不多 读快了 几乎听不出来了 在里面 Prescribe PRO表示在前面 在前面写字 表示禁止 然后我们出门 往左拐一看 不让拐了 前面写个大牌子 禁止入内 在前面写 是禁止的意思 我们再读下 Prescribe 还有像描述描绘 都认识 大声里面 Describe 因为第一 可以叫down 写下来 往下写 写下来描绘 这个是刻字的意思 我们大声里面 Describe 把字写到里边去了 刻到里边 刻字 用它 也可以表示 给书上提名 提字 当然提字 不在书皮儿写吧 书皮儿翻开在 fear里边写 给某人提名 提字 也用inscribe 那么还有 叫ascribe 咱们讲 叫归音语 或归功语 这个scribe是写 字母A 这个字头意思很多 有一个表示 动词不定识 for two 去做这个事去 跟他写下来去 去记下来 这事是他做的 去给他记下来 那么归音语 或归功语 就好记了 再看后面 这个circumscribe 再读一遍 circumscribe circum 就是circle 大圆圈的意思 画了一个大圈圈 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画个圈圈 诅咒你 画一个圈圈 不许就出去了 这是限制的意思 限制画一个圈 就像孙悟空画一个圈 让师父进去 老师父别出去 出去 有大牢要吃你来 画一个圈 不让唐僧出去了 画圈限制 限制可以用它 还有些subscribe SUB 都知道可以表示在下面 在下面写上字 什么意思呢 可以表示订阅或订购 订阅订购 我的下面签名 订阅或订购 还会认捐多少钱 我为中国再去捐一百万 你下面的写名字 再认捐 还可以表示赞同或同意 也是subscribe 下面签字表示同意 搭配一边是subscribe to 什么什么 赞同同意 还有个transcribe 咱们以前讲过这个tran 或者trans tran或者trans可以表示 穿过去 across 跟中文那个穿类似 本身含义就类似 从这边到那边去了 trascribe 就抄写的意思 这边一个 这边有一个 从那边 在这边再写一遍 抄写一遍 来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说英语 咱们说中文含义 第一个 prescribe 开厨房 describe 摇晦 circumscribe 限制 prescribe 禁止 inscribe 刻字或者t字 transcribe 抄写 subscribe 订阅 订购 认捐 赞同同意 ascribe 去给他写一来句 叫做归音语或归功语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不便 不方便 大声读一下 inconvenience inconvenience 不便 不方便 有这个含义 这个我们来看看 这个一些例子吧 we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 to passengers 我们为 对给旅客带来的不便 表示歉意 不便 不方便 叫inconvenience 形成词呢 就不方便的 不便的 大声那边 inconvenient 把ce切掉 还成字母题就好了 方便的 就直接再把那个 in再切掉 再读一遍 convenient convenient 这事特别方便 这个也好记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前面讲过 有一个字根 ven 这个字根 可以表示来的意思 咱们我们遇过 耶稣降临节 叫advent 对吧 来了 ce文是一起 大家一块都来了 我们都到了一块了 当然很方便了 讨论问题啊 捐款啊 打人啊 都方便 到了一块来了呗 我们再读一下 convenient 方便 你看 living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is very convenient 住在市中心 是非常方便的 大家都在一块 什么 看那人买东西 上厕所 都方便的 特别方便的 但注意这句话 可错了 if you are convenient call me tomorrow before known 如果您方便的话 明天中午以前 打个电话 不行 这个不行 方便的是 几个事物本身 是方便的 人是方便的 可不行 咱们改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all me tomorrow before known is it's convenient for you 对您来说 这是方便的 注意不能说 you are convenient 这个不行 如果你有空的话 可以说if you are free 或if you are available 这可以 但不能说 you are convenient 这个不行 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方便 再读一下 convenience convenience 方便 这有两个搭配 第一个叫at once convenience 在某人方便的时候 当然这个方便 不是尿尿的时候 那就不方便了 就有空的时候 这个是固定搭配 在某人方便的时候 we can meet to discuss this further at your convenience 我们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 进一步的来探讨这个问题 这是这么来说 还有一个比较文雅的搭配 叫做at once earliest convenience 在某人最早的方便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越快越好 尽快地做模式 就类似共通俗的 as soon as possible 越快越好 你比如说 please call me back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非常客气 正式地表达 请您尽快给我回一个电话 就是在您最早的方便的时候 就像as soon as possible 这是28克重点的生词和短语 好 词汇跟老师就修到这儿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